我叫袁亚龄 今年28岁了 来自河南新乡 我现在心里特别紧张 在等候录制的过程中 深呼吸 喝水 吹腿 甚至是导演的劝慰 都缓解不了他紧张的情绪 而他却告诉导演 来到等着我 是他人生中最勇敢的决定 我是鼓住勇气才来的 我小时候四个差不多神童 因为我心里有一块石头压着 导致现在一事无成 我觉得只有找到爸爸妈妈 这块石头才能放下 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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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边 我在那边 走 往前走 往前走 大家好 你好 小伙子 阿姨好 来 请坐 你多大叫我阿姨 二十四八了 我现在特别紧张 见了我紧张还见了大家紧张 不知道 就是怎么说有点怯场 他俩拉拉手就不紧张了 哎呦 还真的小手冰凉 你来找什么人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多大分的手啊 不知道 到养父养母家是多大 说的是两岁半 我小时候被家里人村里人都是夸特别聪明董事的孩子的 从学前班到三四年级考试就那种大型的 几乎都是双一百 我记得是有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 老师就会问问题嘛 就是从一一次加到一百 答案多少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我就用一百加一 用二加四十九 就这么一尺累推 然后算的是一百零一乘以五十 我就站起来 我说五零五零 老师就随便表扬了我两句 当时我觉得我算得快嘛 当时我就看着下面的同学就感觉自己 很骄傲似的 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都经常会夸我是大学生的料子 那时候感觉心里也挺自豪的 两父母家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 两个姐姐 两个姐姐 没男孩 还有我 而且小时候也特别懂事嘛 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在地里面忙的话 我放学回家我就会做饭做菜摊饼刷碗 妈做着家的家务一切都是我做的那时候 有时候炒菜的话 锅我觉得都比现在大好几倍 但是那时候我都干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这家的孩子 有一次 父母要去地里面干活 就是想吃雪糕来着 我也知道爸爸就锁的那个柜子里有钱 就偷偷打开柜子了 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皮包好奇嘛 有翻着翻着有纯折什么之类的 就看到一个三指抱羊 就遗尺之名之类的 当时就觉得就确定了嘛 就看到这个字条之后心里 我觉得天都暗了 真的就人生没有方向感了 我就是不是这个家的孩子 我就是被抱就领养的 难受 有一次就我说 爷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 然后我姨妈说不是 我姨妈说 当时看着那么多孩子 是那么多孩子 看着我挺聪明的 就把我抱回来 我说你是在哪里买的我 她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口头协议 是坚决不能说的 我当时听了 反正就一直流泪吧 就泪奔了 我想问一下啊 你说你看到过那个抱羊的 那个纸条 那上面怎么写的 翻纸抱羊 还有好像的七千元 一次证明之类的 买的七千元 以后我就没见过了 从哪儿抱羊的没有名字 什么之类的是吧 没有 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一直拖到我现在 一四五成 啊迷茫这么多年啊 我初中辍学了 学习那么好你怎么辍学呢 就是因为父母这件事 压着你 压着你 这个坎过不去 因为逃课玩游戏了嘛 在网吧里待了四天三夜 困了就趴着睡一会儿 就这么一直玩 玩到没钱的时候回家了 一开门 我妈妈就在院子里呢 我妈妈就在院子里呢 她看着我那个狼狈样的可能也都 觉得可恨吧 二话没说 就拉着我的手用一个棍子打我 打了我一下 打我第二下之后我直接就说我妈你让我去睡吧 我太困了 从下午睡 晚上睡 就睡到第二天晚上 我起来了 然后我妈跟我说 你天天闻这个 这个电脑是能当吃 还是能当喝 就还是能挣钱 当时听着 就我妈妈说这一段话 挺有道理的 就想着不能这么 就一直沉迷网营嘛 也得自己给自己下决心了嘛 要好好努力 认真听讲 该做笔记做笔记 但是没几天 就以前那种不好学习状态就又下来了 还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反正这一些想法嘛 又感觉自暴自弃 犯课的犯困 就这么又是浑浑噩噩的 初中又毕业 就真正的辍学了 再没上 没有 就再也没放过 刚初中毕业的时候 在家混日是什么 爸爸妈觉得也都没办法了 就跟我堂姐联系了 她开了一个公司跟着她 刚去头两天 就有一天找她 就有女孩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说找 因为我这种 性格内向也特别自卑 我没回到家 然后低着头脸红了 正好被我姐发现了 然后姐把我叫到她办公室 把我臭骂里头 把我骂哭了 就因为这个惩罚我 每星期六星期几天 就把我自己关在公司里面 大声的用普通话读报纸 说这样能锻炼我 而且那个时候也想努力 我觉得是 夏天的时候 就其实这已经 大街小巷的来回跑 但是那时候 身高改嘛 看起来特别瘦小 很多客户的时候 他们都对我有疑问 说你是广告公司的吗 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呀 你是不是出来体验生活 打工的呀 就这种疑问 吃出多了 然后对自己也没信心 他们对我这种不信任 慢慢地就不想工作了 然后就去网吧散网 就还有父母这个事情 就一直在我心里牵挂着吧 导致最后我姐姐 把我送回家 对我爸说 说压力我也管不了 而且还哭了 你现在生活中 就是沉默寡言 不说话的一个人 就因为这个事情 在散网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孩 他说递了我一个纸条嘛 大概一直让我跟他出去玩嘛 当时我不敢去 我拉着我哥哥去的 人家都给我写的纸条 但是我们三个出去了 我不敢跟人家攀谈 结果是我哥哥 跟那个女孩走了一路 我在后面 就跟个跟皮虫似的 后来太太结婚了 没有 然后回来了 我哥哥就骂我嘛 说我没出息 不敢跟人家搭枪 陈菊 他这个情况算什么呀 他就是拐温犯罪的危害造成的 因为孩子被拐之后 尤其是到了买主家 他知道自己身世 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 本来他学习很好 就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 后来就辍学了 所以其实还是应该严惩人贩子 这个因为他实际上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 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了肯定是 而不是现在这种 可能很早就辍学这种状况 你在他们家结婚了吗 结婚了 08年就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有了 一个双胞胎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 可以呀 那就是说你是三个孩子的爹了 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电汉 电汉 养活这三个孩子 那你现在是个好父亲吗 不是 也不是 有一次刚发了工资 发了2600 700块钱 我下午走得比较早一点 然后就直接去一个 七百四里面打牌了 很快就把他堵进去了 打了一下午打了一夜 然后第一天上午的时候 又看了一下口袋 就送200多块钱了 你媳妇没怪你 骂我吗 骂你 特别致死这么之类之类的 但是我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但是说了挺心 也挺心痛的 但是睡了一夜之后 就觉得没所谓了 觉得就 从头再来 就过一天 少一天这种感觉 你后悔吗 现在 后悔也没用了 没用了 现在你这样 你既是一个儿子 还是一个父亲 还是一个丈夫 你妈妈 你妻子怎么看你 我妈妈和我媳妇 觉得我特别不是个东西 就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一事无成 自己其实也挺想改变的 但是就是改变不了 你再这么做下去 你老婆会不会跟你离婚 我想应该会的吧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你得振作起来 今天不管找没找到你的父母 我都要改变自己 就这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来我们这儿 对 你都通过什么方式 上我们这儿网站报名了 偶尔有一次机会 在网上通过李静之阿姨 就这 真真正正的找父母的第一次 做DNA 我和阿姨到了公安局 就做了DNA 然后公安局的人跟我说 这个结果要 最起码要15到20天 才能出结果 因为时间要长 然后我就回家了 大概隔个三五天 两三天 我就会问阿姨 这我阿姨结果出来的没有 阿姨说 我们两个没有比对成功 当时听着这个事情 也挺失落的 阿姨就鼓励我说嘛 你的DNA入库了 如果你父母DNA也入库了 会自动比对上的 他在咱们网站登记了吗 他登记了 正好他说到这儿吧 我想说一下 李静之的儿子在西安被拐 他叫毛银 今天其实李静之也来了 他的儿子被拐之后 他没有找到 但是呢 他却帮像原牙岭这样的孩子 帮20多个孩子 找到他们的亲人了 来 把话筒给李静之 李静之你好啊 你帮助了很多孩子找到了家 你的孩子到现在没找着啊 林平老师 那个照片就是毛银 就是李静之的儿子 我第一次见亚银的时候 真是内心就是那种 疼 心疼 因为我看到这样被拐卖的孩子 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有我儿子的影子 我就想找到那种 做母亲的那种感觉 可是当我看到亚铃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消责 内向 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 他都不敢拿快服 我说你或许是我的儿子 如果你不是我儿子 你另外一堆父母肯定也在找你 所以我就鼓励每一个想找家的孩子 首先你自己一定要勇敢 只有你们走出来找家 才更容易一些 你今天好几次把眼泪咽回去 平时也不爱哭吗 对 我在外面 从来没哭过 几乎没哭过 但是我的力量特别低 就像看许多节目 就那种你会哭的 你会哭的 就哗哗的 今天如果见到你父母 你会哭吗 会 会哈 我来照片的时候 在武汉 就湖北当阳一个地方 在外地打工嘛 刚去没几天 请假 你跟你老板说来干嘛呢 当时请假 我就说请四五天假 老板不同意 说就咱们这一小块 到九月十号要验工 怎么怎么的 我就说 我有事 他问我啥事 我不好意思开口吗 他一直问我 我说你要不准的话 我反正有决心了 我就不干了 他一直问一直问 我当时其实想着 我要不跟他说 说个大概 然后老板 到底是啥事 要去小园 我说 我去北京那边找亲人 他说找谁 我就说找父母 简简单单三个字 老板立马就 就接着回答 说那好吧 你去吧 我想父母 只有我自己知道 想了多少次 这个 我一定要来找的 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担心 找到你父母怎么着 打算搬到一块住 还是只要父母在 你心里就觉得可以了 找到父母 我就觉得 我心里面觉得 就跟别人没有落差了 我的人生也不迷茫了 有方向了 开始好好干了 对 而且对孩子 我得付其责任 对媳妇 当个好爸爸 对 当个好丈夫 对 当个好儿子 对 我得付责任 因为我也快 三十了嘛 对呀 来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 立即帮你展开了追查 请站到这儿来 看看我们书东 怎么替你找的 来 书东请 袁亚灵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我们看到了 你发来 要寻找家的 这个报名求助 我们也是赶紧帮助你 展开了寻找 那根据你的记忆呢 你小时候 有这个 吃手吃肉的这个习惯 头顶上有三个旋 你记得你大概是 出生在 1989年 但是呢 其他更多的 有价值 有用的线索 你也不能提供太多了 所以信息比较少 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 相关的警方 以及志愿者朋友 一起帮助你 展开了训练 我是宝贝回家的 志愿者屈人自修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 我们立刻进行了 寻人帖和人脸识别系统 同时进行比对 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的比对 我们发现 您的长相和四川广原地区 一对名叫林水云和马仲华的区负 高度疑似 之前李阿姨带你来公安机关 采取后 在数据库中发现一条比重信息 但是由于对方采取时间比较早 当时采取检验的技术有限 只检测到9个基因座 无法认定 按照规定 需要检测到18个基因座 才能认定 因此我们联系了 当地的警方 对这对夫妻再次进行了采取 并入数据库进行比对 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爸爸加油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感谢观看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从小到大就因为 父母的一个事情 打造我这种自着抱自欺的状态 自己起来也挺想改变的 但是就都改变不了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啊 看到了 妈妈哨恨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妈妈在你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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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的旁边 妈我去旁边 走四十分钟之后 妈妈在你旁边 来 几百一家人请到这 来 来 来 扶着妈妈过来 把爸爸拉上了 小玥 来 哎呀 真是四川的 四川大海 四川广源 李平阿姨好 你好 孩子 来 爸爸妈妈 爸爸眼睛看不清楚 爸爸 我爸爸是 毛人按摩医生 在我们当地是特别出名的 特别按摩医生 这是你的姐姐 来 你跟爸爸 姐姐是妹妹 我是姐姐 我是85年的 比她大 两岁 九个月 现在得告诉你 你的真名叫 林敲敲 林敲敲 让姐姐讲讲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哦 那个时候 我刚刚四岁九个月 妈妈在门口摆小摊 爸爸就是在我们家按摩 那时候 我在上大班 弟弟就平时在外面玩嘛 刚刚那天中午 就快十一点半 我就回到家了 妈妈就问我 弟弟啊 我说我没有看到弟弟啊 妈妈就觉得不对劲 妈妈马上就出来找 然后我就到幼儿园去找 也没有 我就把爸爸的手牵着 一家一家的去敲门 熟悉的客人去找 一家一家的都没有 我到现在的记忆就是 我好饿呀 你在哪里 你快回来吧 我们一大家之后 当地的警察 从丢的那一刻起 到一周的时间 24小时 没有一间断过一刻 轮班和警察 就在汽车站火车站 到处找蹲守 一直没有消息 其实说起来哈 当时他们家的反应 非常的快 而且在丢了的孩子 马上就到了广原市 立州区 现在叫立州区的公安局 就去报案 所长也非常重视 去帮着找 然后不空 一直到今天哈 那个时候很穷 真的没有钱 爸爸妈妈就在郑州 那是大冬天啊 最冷的时候 他们俩就在郑州乐台上 就蹲着一个东西 但是没有人的感觉 根本他们就不觉得了 也不觉得饿 也不觉得饿 就敲敲 你看看 父母找孩子 我想要把你找回来 真的 吃了太多太多的苦 对 但是这些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太值得了 爸爸一直说 不管你怎样 只要你活着 我问弟弟今天高兴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为啥都不知道呢 就乱了 记得爸爸妈妈 不记得 记得不记得 一天也还记得吧 不记得 记得这个皮球吗 真的不记得 不记得 他走的时候太小了 两岁吗 但是当时他好聪明啊 太聪明了 他特别聪明 我要郑州妈妈说 好了好了 就拍两下拼点 好 我就把白开水拿着喝 他不行 要让妈妈把手放下来 把杯子放在小凳子上 他要让妈妈把盖子给拧开 他要亲自看着 到老他才喝 乔乔 现在觉得清楚点了吗 对小子我没记忆 没记忆 那现在是找到父母好 还是没找着好啊 找到好 找到好 那个妮品 就是这个乔乔兄弟 今天你见到了自己的父母 见到了你的姐姐 你刚才在此之前 一直说的心头的那块石头 我觉得肯定是已经搬掉了 你再告诉大家一遍 你从明天开始 你会怎么样 我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一个好爸爸 好儿子 好丈夫 好 掌声 李老师 我问一下 你说 我问一下这个姐姐 你们家是四川广原 什么地方 保伦镇就是 是现在的丽州区 就是当年三国古城的地方 召化 你弟弟是哪年被拐的 91年 这个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的 就是是这样啊 拐卖儿童案件 它其实有一个特点 有一类孩子 他其实是有记忆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孩子 有可能一点记忆没有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留意身边 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 如果是有类似线索 就是拨打110报警就可以了 好 祝福 悄悄一家 走吧 悄悄 加油 悄悄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 袁亚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时隔二十多年 她很难相信 眼前的父母和姐姐 竟然是真实的 在回到自己的家乡 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之后 她的人生不再迷茫 她告诉我们 她现在的目标是 要跟随父亲 学习按摩的手艺 做回最初那个聪明懂事的自己 感谢 真的 我觉得 是阿姨和你们帮我找到爸爸妈妈 阿姨终于找到家家 谢谢 我希望亚林找回自己的自信 勇敢地面对以后的生活 在此 我们也在此为李静芝 发布一次寻子信息 毛银 男 出生于1986年2月23日 1988年10月17日 在西安市金陵酒店走失 孩子单眼皮 脑后有两个旋儿 幼儿后面有一块拇指盖大小的胎脊 希望有知其下落者及时与我们联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